Omicron变种病毒去年11月在南非恒空出世 虽然当地病毒学家就声称 在感染变种病毒之后 病患体内可以自行产生更有效的抗体 更有人认为Omicron迅速传播 有助于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但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报道过 卫生部长凯里已经驳斥了有关的说法 强调接种疫苗才是唯一的防疫政策 而就在外界还在争辩 究竟感染后康复是不是会比接种疫苗拥有更大的免疫力 还有建议通过感染比较弱的Omicron变种病毒来达到群体免疫 以对抗新冠病毒传播是不是可行的方案的时候 有国外的防疫专家就警告 所有的病毒都有可能出现变异 因此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测接下来变种病毒的走向 更无法保证Omicron的后遗症会比较轻微 波士顿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马丁内斯就表示 Omicron传播的越快 变种的机会就越多 可能导致更多的变种病毒 所以应该要趁疫苗有效的时候扩大接种活动 提高免疫 这才是对抗新冠病毒传播的最好方案 而马大医学院教授梅凤明和国大医学院副院长沙利花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也强调 为什么要冒险感染病毒来达到防疫呢 那这个是危险的想法 因为目前没有任何的数据能够证明说 患者在感染病毒之后不会成为重症患者 还有不会留下任何长期的后遗症 更没有人敢保证感染Omicron不会丢了新命 以自然免疫来防范新冠病毒会比接种疫苗更好吗 马大医学院教授梅凤明和国大医学院副院长沙利花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指出 国外确实有研究以自然免疫对抗病毒 但以数据来看 接种疫苗却能获得更强的免疫力 在美国他们也有研究康复者和有接种疫苗的 来比较看哪一群比较容易再重新感染这个冠病 他们发现那些有自然免疫力的 这是他的意思是抗护者 他们再重新感染这个冠病 如果和接种疫苗的人比 他们受感染的机会是有两倍的这样高 所以从这个数据我们就看到自然免疫 它是有的 但是它是不够疫苗接种的免疫力强 两名受访的医疗专业人士都认为 以自然免疫对抗病毒的方法不可取 现阶段击中疫苗和施打加强针 是遏制病毒的唯一方法 千万不要受他人误导 冒着风险 因为感染之后痊愈就能够对抗病毒 因为目前并没有科学家能够担保 感染Omicron的后遗症会比较轻 我希望我们的人民不要被误导 应该是要踊跃地去接种加强针 在这个Omicron变种病毒这方面我们还是没有数据 虽然是轻微的 他们会不会以后会有这个Long Covid 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冒这个险 因为它很轻微了受感染还是感冒这样 这个是不对的 两位受访者也提醒 所有人对病毒的免疫反应各有不同 哪一身是法冒着感染病毒的同时 千万不可以忽略身边高危群体感染病毒的风险 或者年长者他们免疫力比较弱的 这些都是会发生的 问题是如何你确定你不会有任何疾病 或有任何疾病的疾病 你仍然在危险被感染病毒的风险 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么多种病毒 例如Delta 还有Omicron 马达医学院教授梅凤明表示 疫苗保护力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降低 因此他促起民众接种加强针 千万不要被误导 以为感染病毒提高体内的抗体就会没事 然后就等着被感染 毕竟没有人能够担保在感染病毒之后 必须承担的风险 更不能确保身边的人不会因此感染病毒 同时他也认为把Omicron当成天然疫苗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现阶段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人身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 才是防疫的最佳途径